那么随着中国代表团的成立 伦敦奥运会大战在即 中国军团也是紧张的要开始备战了 不过从今天开始呢 我们的新闻频道将推出奥运探营系列节目 我们的记者将带领大家走进各个运动队的训练营 一起来看一看运动员们的备战生活 了解一下他们背后的付出 那么在北京奥运会上的中国举重队获得了八斤一银的成绩 赛场上打出的中国力量势不可挡的横幅 也是振奋了国人 在即将开始的伦敦奥运会上 中国举重能否延续势不可挡的势头呢 下面就跟随我们的记者 一起走进备战中的举重队 这里呢就是国家体育总局的举重馆 也就是我国举重运动员备战伦敦奥运会的地方 可以说举重项目绝对是我国 在奥运会上的夺金大户 这里的冠军墙呢就见证了举重项目的辉煌 到目前为止 举重项目一共为我国贡献了24枚奥运金牌 举重管理 杠铃落地的声音此起彼伏 在这些队员中间 六男四女即将启程伦敦奥运会 举此举重中 李雪英等四名运动员在参赛的名单上 男子举重 吴锦彪 张杰 林清风 陆勇等六人将参加伦敦奥运会 其中77公斤级两名运动员陆浩杰 吕小军形成了夺金的双保型 这些级别都是我国的传统优势项目 总局中心给我们的任务是要保三块 到我们内部自己是要自加压力 可能要保十块 甚至要征五块 我想从这一点讲 我们全体的运动员教练都有信心 但是话也不能说得太忙 我们全力以赴 近十几年来 我国举重项目人才辈出 按照奥运会的规则 中国举重队能够有十名队员参赛 这次伦敦奥运会的选拔 队里进行了多次比赛 男队中间 每个级别都有多个有望夺冠的队员 教练员从成功率 稳定性 心态等多方面综合考虑 选拔出了六名运动员 而女队的选拔同样难以取舍 直到一周前的最后期限 才确定了最终的四名参赛选手 08年的时候就已经在国家队训练看的 他们就是我们前一辈的 就是张国正他们备战 其实自己当时也是 就是可以说是经历过 就是参加过也是备战08年过 然后对于现在12年伦敦的话 可能就自己身在其中了 确实是在这个位置上 就是有要准备出战的这种感觉 四年前的北京奥运会上 中国举重队获得八斤一银 打破多项世界纪录 但在即将出征的十名队员中 只有77公斤级的陆勇 曾参加过奥运会并夺得冠军 北京奥运会62公斤级冠军张湘祥 也曾想继续征战伦敦 但退役了两年的张湘祥 恢复了半年的训练 结果还是输给了新人 同样是北京奥运会冠军的刘春宏 三年来一直参加训练 但膝盖伤势太过严重 无奈退出 虽然这次大部分都是新队员 但说起即将开始的大赛 他们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心理压力 应该不会吧 别人是别人 我是我 就是说别人多强 我只要做好自己就可以了 自己给自己的目标是什么 就是金牌吧 其他的再说吧 没有刻意地去了解对手 只有说前两年的市井赛 可能有遇见过 直到个把说有这样的对手 然后可能外界会认为 56这级别很好拿很轻松 然后自己另外在心态 思想把控一下 不要轻敌有这个准备 做好一切准备去面对 就是随时应对一些突发的 在训练馆里 征战伦敦奥运会的队员 没有进行额外的训练 而是和其他队员一起 按照正常的训练科目进行 女队员相互鼓励 有队员要举大重量时 旁边的队员都会大声 和加油鼓劲 从15号开始 所有参赛队员的训练运动量 将会减小 进行赛前的调整 部分运动员还将根据级别 减重量 中国举重队将在本月23号 离开北京前往伦敦 应该说相当不错 按照预定的 我们预定的目标 把这一段系统训练 完整技术演练 另外跟比赛的模拟演练 都进行得很顺利 我们五个级别的重点队员 应该说都练得相当好 目前看起来很理想 感谢观看